接下来关心艺人小S的丈夫徐亚军等五人 涉嫌胖打人内线交易 北检昨天漏夜复讯之后 今天凌晨预令 徐亚军等五人以二十万到五百万不等交保 并且限制出境出海 根据了解经国际董事长徐勋平 昨天在侦查当中认罪 说他愿意缴回犯罪所得 不过其他被告都否认犯罪 表示只是一般的交易 接下来代言的小S呢 也可能会被列为下一波约谈对象 被检掉约谈超过12小时 小S老公徐亚军走出北检 父亲许信祥跟在他身后 接着胖达人母公司董座徐勋平 他的妻子江丽芬 财务长黄晓玲 五人涉嫌内线交易 二号以被告身份漏夜复讯 但在三号凌晨统统交保 讯问了一整天疲惫全写在脸上 我们要把这个消息信用给其他人 徐亚军以两百万交保 他的父亲有着台湾巴菲特支撑的 许庆祥三百万 基因国际董座徐勋平五百万最多 董娘江丽芬两百万 通报消息的财务长黄晓玲二十万 五人都限制出境出海 但对比炒股获利交保金 根本是九牛一毛 投资胖达人却扯出炒股宜云 赶在利空消息走光前 徐亚军父子俩出托一千四百多张股票 获利超过一亿元 徐勋平江丽芬夫妻党 卖出两千五百多张 马上套现两亿多元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想不到因为湘京事件爆发 被检掉盯上 与内部人熟视的许姓消息受领人 于知悉此利空的重大消息后 竟然持续大量出托持股 因此规避损失 达新台币数千万元 检掉等到徐勋平回国后 二号上午大局搜索地保等处 艺人小S一大早素颜硬门 代言胖达人的他涉及广告不时炸漆 可能是下一波约谈对象 答应我 还要答应什么 不要再说我了 事件爆发后 小S在节目上坦诚心情受到影响 推广胖达人不遗余力 艺人光环加持 胖达人买气旺 却爆出添加香精 徐亚军事业原本如日中天 如今涉嫌炒股内线交易 乍期等罪 最终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小S的邦夫运这次似乎已经用尽 UDN TV综合报导